美国电车巨头从去年开始 大砍中国大陆全系列车款的售价 但销售却还是不见起色 不只是第一季电动车销量增速是一年来最慢 4月份在中国大陆制造的特斯拉销售 跟前一年同期相比也下降将近两成 席卷全世界的特斯拉也不得不妥协 原因就是中国大陆本土电动车的蓬勃发展 让海外车款难以在中国大陆市场大展手脚 北京政府在背后大力资注绝对是一大推动力 北京政府算盘打得向电动车补助政策 一方面是为了整顿空污有环保能源上的考量 最重要的还是看上经济市场上的利益 传统汽车研发门槛高加上跟不上新能源车的风潮 中国大陆因此加大力度补助电动车的发展 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投入大笔资金再鼓励包括电动车 电池研发还有打造充电设备 政府鼓励加上中国大陆本身的优势 让当地的电动车产业一飞冲天 比亚迪的销售甚至打败特斯拉 成为全球第一的电动车大厂 中国大陆进入电动车 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 这些中国大陆科技公司 尤其擅长研发智慧软体 把电动车当作会跑的电脑 也把这些研发电动车款的传统汽车大厂 都给比了下去 现在常说美国和美国 有软件的软件 没有使用新的软件 而不太多 在剪刀 Volkswagen 例如 有很大的问题 专家认为这样的情况是一大警讯 欧美汽车大厂在中国大陆的市占率 不断萎缩 甚至可能面临 喊泪退出的窘境 Things have been downhill and accelerating downhill so much so that GM sales are down by more than 50% Ford's down by more than 60% and Jeep has actually gone bankrupt in China and had to get out I don't want to sound overly dramatic I just want to be realistic when I say that within the next 5 years Ford GM Hunday Kia Nissan 长期观察中国大陆车市的分析师认为 欧美汽车大厂想要在中国大陆市场 占有一席之地 就得抛开既定的研发模式 甚至考虑和中国大陆车厂合作 在地制造 就怕输掉中国大陆车厂只是第一步 很可能就连全球市场也跟着一起 攻守让人 体别新闻 综合报道